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小癖好都和指甲有关 我本来的比赛前一个月都会不点指甲 因为点了会力气不好 对啊 复员会的另一个癖好大家都能看得到 就是赛前抓自己 傻丫头呀 被流指甲就是为了抓伤自己的吗 我们看着都很心疼的 要不你也学去王俭佳和找个幸运经理吧 看赌爸爸就不错 王俭佳和的经理就是她的弟弟咯 每当大赛前夕 她总要赛一赛弟弟的照片 弟弟就是她的幸运经理 原来天才少女也有着自己的小名信呢 同样好姐妹李宾杰也有自己的小癖好哦 我喜欢带一个毛红玩具来 可能每次比赛都会带着去 这么大吧 于是小编翻遍了各大相册 是不是这个呢 貌似尺寸有点对不上哦 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有自己的小习惯 都是为了调整心态 全身心的投入比赛当中 我都会带一本书 带这本书我从来不会看 像我们一个优秀的人 应该所得的几点胸道吧 但从来都不看 不觉得很痛的 第二天比赛 我前一天晚上 我一定要钻奶肠 我会自己碰奶肠 听歌了赛前 他确认是比较厉强的音乐 没有什么习惯 就是不太 赛前不太习惯别人打扰吧 哦对 就喜欢自己做的活动 做的方面 我带前如果特别紧张的话 我可能会看会儿想说 我上出发台一般都是左脚平板 而且站在出发台的左边 然后左脚平板 去年也要上了 因为去年感觉每回用左脚上台 感觉就游得快 肉脚上台就慢 我们会预祝中国游泳健儿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都能取得好成绩吧 以心爱你们哟 本期体育娱乐八报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